末后还有个题目 还有个提问 台湾 马云九 总统参加季孔典礼 是不是封建 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 季孔就是封建 那你季祖先是不是封建 这两年我看国内 很多人都上坟 亲民 冬至都上坟季祖了 这是不是回复到封建 我们可以联想到 如果这么说起来 我觉得封建还不错 为什么呢 封建是孝顺父母 那不封建就不孝顺父母了 孔子是老司 季孔是提倡尊私重道 确实过去列代帝王提倡 那明国年间的时候还是有提倡 那现在人的时候不要父母了 当然他也不要老司 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在此地 马云九 季孔 这得赞叹 为什么呢 只要这个社会能够回到孝道 回到私道 能够孝勤尊私 我们的社会会安定 世界会和平 这个确实是要国家领导人 来带头 他的影响才大 我记得前几年 我跟这个凤凰电视台 刘董事长刘长乐姐妹 我就告诉他 我说这个世界 现在这个世界 有年重人 可以拯救世界 也可以毁灭世界 他说那年重 我是第一种国家领导人 第二种就是干你们这一行的人 这个卫星电视影响太大了 如果播一些正面的一些 这个画面呢 那你就救了世界 如果是边副 剥负面 播一些暴力色情 啥道淫妄 那你就是毁灭世界 所以封建 什么叫封建 什么叫迷信 这个要讲清楚 讲明白 不能把孝顺父母 看作封建 封建时候 讲伦理 讲道德 讲英国 那现在说 这个我们伦理不要了 道德不要了 真的是如此 所以现在说 你看连来坟都有毒 连小孩的时候 他都要让他 让他受了重大的伤亡 这是什么 这就是没有伦理道德了 你们想这个社会好不好呢 如果要我来选择的话 我还是愿意选择封建 封建人过太平日子 过过人有良心 不愿意做伤心害理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要头脑清醒的来对待 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来批评他 你批评他不对的时候 那么换一句话说 不孝是对的 不养父母是对的 甚至于今天说 杀害父母也是对的 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 儿女杀害父母 这个兄弟互相残杀 在学校里面 我们看到国外很多讯息 这个学生杀老师 杀同学 太多太多了 这是什么 这现代二十一世纪的文明 这个波凤建 如果是学生的时候 孝顺老师 敬爱老师 那这个学生是封建 这个儿子 回家孝顺父母 这个儿子封建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法 确实 今天这个社会价值观 值得我们生死 好 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此地 啊 啊 啊